大家好,我是高壽少 看來未了,已經進入最後瘋狂階段 先找五仔做衛星頻道,幫忙說好話 然後發現這招不行,五仔幫不了他們 兼請五仔自己都出事,計劃失敗 他們現在為了保住自己的身材工具 開始玩第二個計劃 就是推薇辣阿成 這個情緒被患者出來,試圖救救薇辣 有留意一下薇辣這件事 相信都知道,有個人叫做阿成 那時候哭哭想,他有份在一起的 沒多久前,他就出帖,澄清說自己是被人拍 不是自己想拍 以及發了一些跟阿成的對話記錄 表示自己跟阿成是好朋友 因此不會對阿成不好 但由於這個澄清,有太多奇怪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人不收貨,對他保持距離 他一定不會像六毫子落仔髮那樣大罪 但罪業,無論如何都有 好了,這個阿成在近日不知道什麼事 突然之間發晦氣,聲稱他是摧毀阿成 又說阿成這件事,全部都是他做 個個都想他死 他只要在薇辣做就是死罪 究竟什麼事,突然之間阿成會這樣呢 有傳聞就說,微鬧條片要求阿成 Rap 段英文歌,而那段英文歌 又滅口底位,爺如阿成的意思 可能因為這條片,阿成突然之間這樣 在網上發晦氣,怕被網民圍攻他 情緒發洩一下 但我認為這件事,只是微辣背後指示 不是情緒發洩這麼簡單 微辣不是這麼簡單的 微辣裡面整班都是不學無術的MK 微辣真的沒有了,他們就這樣先 因此,他們會奮力守住微辣 試圖令微辣還可以繼續玩下去 找五仔做衛星洗白不成功 那就找阿成出來,打一下慘情牌 發一下晦氣 順便引些沒那麼聰明的阿精支持者上當 攻擊阿成,攻擊他 好像攻擊樂仔法那樣大力 搞到阿成情緒病嚴重 宋軟治理 然後微辣就可以搶佔倒得高地 說那些幫阿精的人 都不是好得去哪裏 帶一下風向 慢慢就可以轉移視線 淡化他們的壞事 然後沒多久之後 又繼續一切如常 阿精這樣就被遺忘了 微辣這班人,現在應該就是想這樣 所以這陣子大家要小心 請繼續集中火力 攻擊樂仔法之流那批 這件事,樂仔法那批 先是主人 千萬不要錯了重點 錯了重點 這樣很糟糕的 微辣這件事 隨時因為這樣可以翻身 絕地反擊的了 因此,這陣子頭腦要清晰 微辣已經進入最後瘋狂階段 再這樣停下去 不是辦法 他們開始在找網軍 想辦法 可以怎樣翻身 作為正義之事的我們 當然不要給他們 有這樣的機會 繼續追擊 頭腦清晰 直到微辣玩完